這是紐約四十二街中國領事館門前 今天是1月28日 在這裡有一群隊伍在示威 在中國領事面前示威 這是中國人在大陸看不到的 也沒有可能的一種行為 當然也是只有在美國這種自由的地方 大家才可以有這種機會去談一談自己的心聲 這些人都是自發組織起來的 敢於這樣做肯定是有他們的意義了 當然任何人都有言論的自由可能引起你情 情緒的不安 但是這僅僅是一個紀錄 或者是這些人一些想法吧 這個談一談 可以大家共同探討 那還共同授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